美国的种族歧视是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白人跟黑人的种族斗争 最近在San Francisco又出现了一件非常令人气愤的事情 一个白人女的看见一个黑人在自己的家的墙上写 Black Lives Matter这个标语 自己的家的墙上用粉笔在写 她居然报警说她看见一个黑人在那里写反动标语 她不认为这个黑人住在这个地区 她说她不认为这个地区 神经病这个黑人就是这里的屋主 她自己的地方写字居然也被告 结果这个女的是一个经营化妆品 所有的品牌立刻跟她断绝关系 而且她的这个Facebook脸书立刻被洪水一样的那个那个包围 这就是美国的carry